台南市区日前有民众发现地上的标线 不管是黄线还是红线都画了歪七扭八的 画面曝光之后也让网友笑说画得很随性 而对此台南市府交通局表示 标线过程如果遇到障碍物或是树穴 都会避开做弯绕画设但不影响管制 另外在屏东则是出现人孔盖疑似年久生锈 承受不住重量爆开 居民也赶紧摆上了三角锥 避免有人不小心衰落 大马路旁地上黄线进歪七扭八 一下直线一下转弯凹进去路径宛如探吃蛇游戏 红线也一样随着周遭障碍物及路数 走弯又弯台南市区有民众发现地上黄线竟然会转弯 和一般的直黄线不一样 网友笑说路面标线画得很随性 路上常见红线黄线歪七扭八 让人看了难受 而对此台南市政府交通局也做出回应 受限障碍物或者是一些数学的影响 那被迫化石的过程必须要依照现况的地形地毛 来做一个弯绕化石 而路面出现怪异景象也发生在屏东 人心道上的人孔盖 像被炸开直接破出一个大洞 四分五裂的铁盖相当危险 尤其边角十分尖锐 担心有人经过衰落受伤 赶紧摆上三角锥 六号中午屏东一名网友发现路面人孔盖 疑似年久生锈竟破出一个大洞 询问该找哪个单位处理 而附近居民则表示 可能因为使用二十多年了 人孔盖承受不住 破到开花了 据了解该地区属于死人土地 人孔盖坏掉 住户必须自行处理 只是破洞就在用路人会经过的地方 好在有及时发现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台南屏东综合报导